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来自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兹 他对法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极右势力 可能胜出表示担忧 肖兹希望其他政党能够在这次选举中取得成功 因为如果极右政党胜出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失去设定国内议程的权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辩论的最新动态 拜登正在戴维莹刻苦练习辩论 罗尼对手是他的私人律师 而特朗普则选择在竞选路线上随性应对 并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辩论练习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欧足联的最新决定 由于多名球迷试图闯入球场 与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伯纳尔多自拍 欧足联宣布将加强欧洲杯的安保措施 并警告任何进入球场的观众将面临驱逐和刑事指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法国选举时表示 他对极右翼胜利的前景感到担忧 舒尔茨希望其他榜牌能够在本月底的选举中取得成功 同时他也对德国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示了遗憾 法国总统戴马纽埃尔 马克龙在欧盟选举中被玛丽纳利纳勒庞的国民阵线击败后 宣布了突击立法选举 马克龙表示 法国需要一个明确的多数派来在和谐中行动 但许多观察家和分析人士质疑这一举动的智慧 认为他的信心可能会适得其反 根据Gipsos最新民调 RN及其盟友在省门投票中领先 获得了35%的选票 而左翼新人民阵线联盟以29.5%的选票 位居第二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则以19% 5%的选票位居第三 如果RN赢得多数席位 尽管马克龙仍将掌管国防和外交政策 但他将失去制定国内议程的权利 苏尔茨表示如果情况如此尽管他会继续与马克龙合作 但立法机构由其右翼控制将带来改变 Yahoo USA即将到来的总统辩论中 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准备方式 拜登在戴维尹进行辩论准备 个人律师鲍博鲍尔扮演特朗普进行模拟对话 而特朗普则没有辩论代理人 也没有进行任何辩论练习 而是继续在竞选活动活跃 拜登的竞选联合主席米奇·兰·德里厄表示 拜登迫不及待地想向美国人民讲述他的故事 并指出这场选举将会非常紧张 兰·德里厄还提到特朗普的犯罪记录和性侵指控 认为无论特朗普以何种状态出现 选民都会看到他的问题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则强调 如果拜登连任并且民主党在国会获得多数 他们将能够捍卫和恢复堕胎权 避孕和体外受惊的访问权 特朗普表示 他已经决定了副总统候选人 但尚未透露 总统候选人 但尚未透露 南达科他周扎克里斯蒂 诺姆则努力从他新书中 关于射杀一只狗的争议中恢复过来 并表示期待辩论能展示特朗普的政策 Yahoo EWSO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拉·乔罗瓦警告称 俄罗斯可能会试图操纵年的德国议会选举 乔罗瓦在接受难得一支报采访时 表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影响的新时代 并担心欧洲之声可能是进一步行动的蓝图 欧盟在今年5月禁止了包括欧洲之声在内的四家俄罗斯媒体在欧盟内播出 认为这些媒体受俄罗斯政府控制 特别是在选举期间针对欧洲各国乔罗瓦呼吁欧盟加强抵抗 因为危险正在加剧 他指出 德国 法国和波兰在应对错误信息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普京希望通过改变这些国家的舆论来获得巨大利益 德国另类选择党政治家彼得·彼斯特隆被怀疑收受与该组织有关的钱款 已在议会中为俄罗斯利益行事 但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南华早报报道 欧洲足球协会 应非将在2024年欧洲杯胜余赛事中加强安保措施 原因是多名球迷闯入球场 试图与葡萄牙明星前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自拍 这位39岁的前锋在周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中 曾与一名小男孩合宁 但随后又有至少五名球迷试图效仿 让罗纳尔多感到不耐烦 一名安保人员在试图阻止闯入球场的球迷接近罗纳尔多时 还撞到了巴黎圣悦尔曼的前锋 红萨洛·拉莫·拉莫斯 葡萄牙教练罗伯托马丁·内斯表示 幸运的是这些球迷的意图只是拍照 但这种行为仍然令人担忧 UFO表示 任何进入比赛场地的观众将被驱逐出场 禁止参加后续比赛 并面临非法侵入的正式行事诉讼 葡萄牙对3-0轻松战胜土耳其成为F冠军 顺利晋级16强 雅虎美国报道 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周日表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应该选择一位能帮助他赢得选举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并指出他尚未正式接受过审核 诺姆在接受NBC节目《Meet the Press》访时表示 他与特朗普进行过对话 但最终决定权在于特朗普本人 诺姆此前曾建议 选择一位女性作为竞选搭档可能对特朗普有利 但他强调 特朗普应该选择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 NBC新闻报道称 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范围 已缩缴至三名共和党男性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和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 诺姆曾被视为特朗普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的热门选 但他早前在回忆录中讲述的一个关于杀死家中小狗的故事引发了争议 诺姆在采访中还谈到了他对堕胎的看法 这与特朗普的立场有所不同 雅虎美国报道 密歇根大学队在2025年班级中新增了一位跑位 来自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队来MG学院的四星跑位都诺万约翰逊 虽然密歇根大学早前已经招募了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跑位 贾斯珀帕克 但来MG学院生产了多位高端前级 密歇根大学一直在这个周期中瞄准这些球员 最终约翰逊在上周中访问安那堡后决定加入密歇根大学 约翰逊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我回家了蓝色队约翰逊的体能报告显示 他是一位具有精英体型和速度组合的跑位 拥有出色的运动能力并且在开放空间中具有突破速度和力量 尽管依西商错过了整个高三赛季 但他仍然被多家顶级学校追捧了 包括阿拉巴马 乔治亚 俄亥俄州立和宾西法尼亚州立等 特朗普在华盛顿的信仰与自由联盟会议上透露 他曾向中级格斗冠军赛UFC主席达纳怀特提出了一个移民格斗联盟的建议 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 他建议怀特设立一个移民格斗联盟与现有的格斗联盟对抗 定让两个联盟的冠军进行对决 特朗普认为移民选手可能会胜出 因为他们非常坚韧 怀特后来回应称这是个玩笑 但确实有过这次对话 拜登竞选团队迅速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称其言论威胁了美国的自由 并认为他不适合再次进入白宫 特朗普在演讲中继续使用贬低移民的词汇 称他们恶毒 凶狠 坚韧 并在密歇根州的演讲中将移民称为动物 降大了对边境问题的关注 从陈牧之间的电影深入 dream independent 报道王冠演员梅格·贝拉米 回忆起他在网上 被喷子称为太胖 而不适合扮演凯特·米德尔顿的经历 贝拉米在netflix集《王冠》第六集中饰演年轻的凯特·米德尔顿 这也是他的首个主要萤幕角色 贝拉米在接受邮件报周刊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被选中后发现了很多关于自己体型的负面评论 但他选择不去理会这些言论 认为大多数都是来自网络喷子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他对在王冠中的经历充满感激 并认为那些批评他的人才是真正的失败者 贝拉米还提到他在拍摄结束后 试图将这个角色放在身后 此外他解药提到了凯特王菲的癌症诊断 并表达了对他和他家人的同情 Yahoo US报道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在与CNN主持人凯特兰 克林斯讨论拜登政府时 辩论了独裁者这个词的定义 伯格姆多次使用独裁统治来形容拜登政府 认为拜登通过行政命令推行意识形态观点 绕过了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 克林斯反驳称 不喜欢拜登的行政命令和政策并不等同于独裁 伯格姆坚持认为拜登通过行政行动 忽视了其他政府分支 克林斯指出 特朗普在任期间签署了220个行政命令 而拜登迄今为止只签署了139个 伯格姆还表示 无论特朗普选择谁作为竞选伙伴 他都处于一个强势位置 可以选择一个能帮助他治理的人 The Independent报道 唐纳德 唐纳德 特朗普宣布 他已经选定了副总统竞选搭档 但尚未公开具体人选 也没有告知对方或其他人 他表示可能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 博格姆夫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阿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和俄亥俄州参议员继姆斯科特和俄亥俄州参议员请求 尽管卢比奥被认为是热门人选 但博格姆也被看好 而斯科特的支持率则有所下降 其他潜在候选人包括 俄罗里达州众议员拜伦、唐纳德、前厨房和城市发展部长 邓卡森、阿肯瑟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和纽约州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 Yahoo US 报道 特拉华州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表示 乔·拜登总统始终尊重法律 因此无论最高法院是否裁定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享有豁免权 拜登都会接受这一决定 库恩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 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待法律的态度上有明显差异 库恩斯强调 拜登在其次被判有罪食约并未攻击司法程序 而特朗普则在纽约的法庭上多次攻击检察官和法官 库恩斯还提到他对最高法院缺乏道德规范表示担忧 特别是针对克拉文斯、托马斯大法官 接受未申报礼物和旅行的行为 Algazira报道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表示 他任意与英抗议税收上涨 而举行全国性示威的年轻人进行对话 这些抗议活动由年轻肯尼亚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 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 鲁托在首次公开回应中表示 他为年轻人感到自豪 并希望通过对话共同建设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然而抗议领袖之一的哈尼法阿丹要求鲁托公开回应他们的诉求信 尽管抗议活动大多是和平的 但警方的暴力镇压导致至少105人被捕 并造成一名21岁青年因催泪瓦斯冠受伤死亡 政府同意取消部分税收 但新增加的燃油和出口税将进一步加重国民负担 鲁托承诺预算中包含解决青年失业和改善高等教育的措施 Yahoo US报道称 本周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辩论 将是他们中赛中的最高风险时刻 两位总统将在一个分裂且愤怒的国家面前进行一次异常草的对决 对于拜登来说 亚特兰大的辩论是一个提醒选民前任领导的混乱和刑事定罪的机会 并警告如果特朗普赢得第二个任期 未来可能会更加黑暗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是一个机会让他证明在拜登的领导下 美国变得更加昂贵 更加脆弱和更加威胁 然而这场对决也对两人构成了重大风险 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 四年来一直被定义为互相憎恨的竞争对手 这种敌意增加了晚上的不可预测计 一个显著的失误 无论是身体上的半岛 精神上的失误 还是过于个人化的侮辱 都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产生回响 因为距离他们的第二次辩论还有很长时间 Yahoo US报道 四星运动员和竞争者布拉斯维尔 托马斯承诺加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托马斯目前被RIVALS为外接手 但尼塔尼师队正在将他作为运动员进行招募 他也可能在防守端担任安全位 他在周末正式访问了快乐骨 并决定沉默加入P宴席 托马斯目前在新泽西州排名第十一 在2025级外接手中排名第六十 尽管他的确切位置尚未确定 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托马斯将在主教练詹姆斯 富兰克林助理教练汤姆艾伦和其他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训练 托马斯还收到了来自乔治亚州 马里兰州 内布拉斯加州 康涅狄格州 匹兹堡罗格斯 雪城 弗吉尼亚理工 西弗吉尼亚等地的奖学金 托马斯的竞争力和工作态度使他脱颖而出 他的高中教练马拉奇 廷伯来克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拥有巨大的心和感恩的态度 Telegraph报道足球泄密丑门的黑客声称 拥有更多尚未发布的证据 显示曼城违反了财务规则 在马贝拉的一个会议上 鲁伊平托和他的律师表示 他已经向法国和德国当局交出了五个硬盘 其中包括更多关于曼城的信息 这些信息与英超联赛的115项指控案相关 平托自称是举报人而非黑客 他的律师表示 这些文件将会在某个时候发布 平托曾被葡萄牙法院判处四年缓刑 因企图敲诈非法访问数据和侵犯通信 罪名成立 曼城否认所有指控和任何不当行为 但平托坚信这些文件将会发现 刑事相关性 英超对曼城的指控包括 从2009-10赛季到2009-10赛季到2017-18赛季期间 5-4次未能准确的财务信息 以及多项未能遵守欧俗联规则和英超可持续性规则的行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个推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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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